大家好,西红柿是日常中很常见的一种蔬果,做法也很多 今天就用这个西红柿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开胃的糖拌西红柿做法 教你多加一步,不要只放糖 西红柿口感翻倍更好吃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个新鲜的西红柿放在一个大盆中 倒入水量的清水 下手把西红柿递给取下来,然后再用手多搓洗几遍 西红柿的表皮有许多的灰尘杂质,还有学习农药残留 洗得干净吃得更加的放心 洗好以后捞出来,进行下一步操作 洗好的西红柿放在案板上,在底部这里划十字划刀 把花好花刀的西红柿放到一个深一点的盘中 倒入刚刚烧开的开水浸泡两分钟 这一步是为了更好的给西红柿去皮 两分钟后就用夹子把西红柿夹出来 把西红柿放到案板上 这回直接就用手可以把西红柿皮撕开了 把西红柿去皮,第一个是为了口感更好 第二个就是为了避免西红柿皮上有浓料残留 记着再把西红柿切成小块 尽量切得均匀一些,这样比较容易入味 西红柿全部切好 倒到一个大碗里面 在这里很多朋友是不是直接就用糖来拌了呢 其实还要多加一步进行腌制 就去加入少许的食盐 刷出西红柿里面的一些水分 就能够去除它一些酸味 想要突出它的甜味就要加一点点盐 这样吃着口感更好 拌匀以后腌五分钟 五分钟后来看一下 这个盘子里面腌出了一些水分 把这个水分倒掉 记得把腌好的西红柿摆入盘中 西红柿摆好盘以后 往上面按照个人的口味撒上白糖 不过建议大家糖还是少放一些比较好 这样子才能感受到食物本身的味道 像这样做好的糖拌西红柿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十几分钟以后口感更好 吃着酸甜可口又多汁 特别适合炎热的夏天 生津止渴还能补充维生素和水分 想吃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